当时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可以走后门吗 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可以走关系吗 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惊了 我说嗯什么意思 他说是啊 你记住你是中国人 自尊心受到的伤害 却用你是中国人来反击 我觉得这个理由我很难理解 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我看了台湾公民社会课的一些感受 其实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曾经呢在 去年在泰国还在泰国的时候 当时呢我的一个闺蜜她怀孕了 她怀孕了之后呢 我就是问了一下 我说那查性别了吗 其实我知道中国是不能查性别的嘛 嗯但是我我在想她会不会 就是也可能会去偷偷的查 或者怎么样 我就说那你查性别了吗 还是说政策有所改变 现在可以查了 然后她当时就说 嗯应该是男孩 然后我说什么叫应该是 难道你是去算命了吗 我就是这么一句话 因为他们家以前非常的热爱算命 包括她怀第一胎的时候也会去算命 所以我问了这句话 可能就不小心伤害到了她敏感的自尊心 然后她当时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可以走后门吗 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可以走关系吗 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惊了 我说嗯什么意思 然后我说哦我说 所以你是找人帮你查了你孩子的性别 是吧 她说是啊 你记住你是中国人 然后当时呢 我一下子就懵了 但是我碍于她是一个孕妇 可能情绪也有点不稳定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的跟她聊这个话题 但是我内心其实是蛮不舒服的 什么时候你是中国人这几个字 变成一种侮辱人的话语了吗 好像是别人用来恶心你 好像是别人用来禁锢住你的一个话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为什么有些人总爱用爱家乡 你是中国人这几个字来道德绑架你 然后就好像你不能说一点点中国的不好 如果你说了呢 你就是什么卖国贼 你就是什么不好的人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就是到后来呢 我就陆陆续续的跟这个女生 已经没有再有过多的联络 包括这一次我回家 其实我们是很难得 从国中高中大学 都是同一个学校的闺蜜 就是已经很难得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之后 我就是慢慢的跟她疏远了 这次回家也没有跟她有任何的碰面 我就是说自己很忙 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跟没有必要的人聊天是一种消耗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呢 就是我在看了台湾的一个公民社会课本以后 非常的有感 前两天呢 我老公发给我一个台湾公民社会课本的一个课纲 当时我看到这个课纲 我就觉得台湾的教育真的是很好 这个课纲呢 它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说 自我 自我的意义 自我的价值 然后主题二呢 就是人际关系 然后主题三呢 就是人权与公民权利与社会 然后就慢慢主题四 然后到媒体试读 然后慢慢的往外扩大 就在我看来 这个课本呢 它是一个 先从我出发 然后慢慢扩大到国家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先从最小的概念学起 然后再慢慢的往外扩 我为什么说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感呢 因为这个和我曾经受我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以前的政治课本 我们的政治课本是分四门课嘛 一本讲经济 一本讲政治 一本讲文化 一本讲哲学 说实话 这四本对我来说都很难 我其实都很难理解它里面的意思 尤其是政治经济跟哲学 这三门课对我来说 太难了 然后文化吧 你还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下 都非常的晦涩难懂 包括我现在 我有前两天有去淘宝买那个 买那个政治课本的叫什么PDF版 然后就再去重温看了一遍 我依然是不能理解 包括我给我老公看 他自己说 他好像也理解不了 这个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课纲 我是具体没有看那个课本里面的含义 但是呢 我从这个课纲里面 我大概就能知道 它的概念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会帮助我们很好的一切 尤其是人在上高中的时候 就是一个接近成人的状态 但是它的世界观价值观 还没有完全的建立 其实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都是非常的迷茫 然后都在寻找我是谁 我的意义 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需要一些东西 来帮助你来引导 然后在确定了我的意义的时候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不同的社会关系 我们有父母 伴侣 子女 同才 我们之间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关系 需要处理 然后我们再讲到人际关系 这样子的一个过渡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递进 那我觉得我们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课程 就感觉少了这样子的一种教育 就是好像直接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框架 我们甚至都还不了解自己是谁 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的时候 可是直接就告诉你一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就很懵 然后考试的时候也是全品四季应备 其实真的是非常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考上公务员的人 他们应该都是理解能力一流 背书一流的人 他们真的是对于 各种各样的考题 他们可以有非常深刻自己的想法 我只能说很佩服 如果是我自己 我觉得我应该考不上 而且当年高考的时候 说实话 我的政治应该是考的最差的一门课 完全不懂考题想要 我答的内容是什么 好那这个事情我想说的就是呢 就说回到我之前那个闺蜜 她为什么会用你是中国人这几个字来压我呢 当然我能理解她很生气 我问出那个问题 你是算命的吗 或者是 我能理解她的一些生气 她可能觉得我踩到了她的线 或者是本来中国就不可以允许查性别 然后我们在海外可以查性别 也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她可能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一些损害 但是自尊心受到的伤害 却用你是中国人来反击 我觉得这个理由我很难理解 包括我在经营我的 以前的内网的一些平台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你是中国人 还不就是中国台湾 就是用这样子的话 好像觉得自己非常的有优越感 非常的高人一等 显得自己非常的爱国 我就觉得很可笑 因为你连一个陌生人 你都会去攻击 你怎么会爱你的国家呢 我绝对不相信这些人是爱国的 因为他连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都没有处理好 一个网上的陌生人 他都会去随便的攻击 他会爱国吗 我自己是不相信的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觉得台湾的公民社会 可会更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一点 我要先知道我是谁 我先爱我自己 我的意义 我的价值 然后才是我的伴侣 我的孩子 我的父母 这样子的人际关系 然后才可能到什么公民与社会权利 当然我现在还不是台湾籍 没有办法参与到投票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所以就是只是暂时的 就是当看一些政论节目 就当在看娱乐节目 这样子的一个外行人吧 我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已经算是很为国家做贡献了 你没有你好好老老实实的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然后拍影片 然后好好的带孩子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啊 难道爱国都是一些嘴嗨吗 口嗨吗 就是说我爱我的祖国 这样子就是真的爱国吗 其实我并不这么觉得 然后包括大家说的小粉红 最多的就是这样子的群体 其实他的生活过得没有很如意 他就在网上肆意的攻击自己的同胞 然后来获得快感 获得快感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自己特别爱国 所以就是整个一个逻辑错乱 他的价值观的排序就是不对的 其实正确的价值观排序一定是把自己 爱人爱己排在最前面的 他们却无法理解到这一点 好吧 今天就是对于过去的之前的事情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而且看到台湾公民社会课本也会更加的佐证我的价值观 也很庆幸吧 我的孩子以后会在台湾来接受教育 也希望呢 他可以是一个 首先他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是一个有自我 非常有自我意识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什么爱不爱这个那个的 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 开心快乐最重要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最难得的就是开心快乐